老奴在宫外看见了韩国夫人的尸首 胡说 你看清楚了 千真万确呀 是歹人有绳子 类似的 为争宠 皇后污媚娘暗中杀死了 从小照顾自己到大的亲姐姐韩国夫人 而且这个亲姐姐还已经怀有了身孕 在做理智的情人前 韩国夫人跟前夫有个女儿叫贺兰氏 一直待在身边 贺兰氏生得倾国倾城 论美貌甚至丝毫不逊色于自己的姨娘 妩媚娘 而论野心 同样与其有的一拼 对于母亲的意外横死 贺兰氏心知肚明 于是她发誓 我想为我娘报仇 凭你这么一个女孩子 拿什么去报仇啊 凭我的年轻美貌 韩国夫人死后 李智伤心欲绝 每日去皇宫后花园散心 贺兰氏打听到消息 便专门精选打扮好在那守株待兔 李智这老色鬼果然一套就中 上前攀谈起来 人们都说兰儿长得像姨娘 皇上看像吗 朕看有些像 你说是姨娘好看 还是兰儿好看呢 兰儿青春年少 自然要比她多几分妩媚 那皇上反闷的时候 愿意让兰儿陪一陪吗 自然 自然 那兰儿每天在这里等皇上 这个 皇上又害怕了 诶 朕怕什么呢 那皇上什么时候 带兰儿到甘露殿看看 朕答应你了 几番话下去 暧昧的情愫渐起 赫兰氏的千千玉手 成功落入到李智的魔爪中 夜晚 甘露殿 这个大唐历代皇帝 林姓女人的大床房 李智跟足以当自己女儿的 赫兰氏成功滚到了一起 甚至如酒汉甘霖般 将其折磨哭 南儿 你怎么哭了 南儿 你怎么了 是不是朕对你太 不 皇上是大唐天子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赫兰氏气土如蓝 一番娇嫩的疑难软语 让李智心都罢了 要知道 五妹娘那啥虽然也十分了得 可窗风飙悍 万万让李智应届不暇 找回帝王尊严与雄尊的李智 对赫兰氏更加喜爱 你叫朕 星光神秘 如如先进啊 如此的日子又过了许久 这日 李智与五妹娘晚言商误 五妹娘冷不丁地问了一句 听说皇上封兰儿为魏国夫人 又常娶甘露点是吗 果然 只抱不住火 李智大炯赶紧解释道 朕看她刚失去母亲 悲痛欲觉 怪可怜的 五妹娘的这番敲打 并没有典型李智 李智还是每日与赫兰氏私婚 赫兰氏也越发大胆 开始怂恿李智 赋予她更多的东西 魏国夫人 你想要什么 只要你一句话 我才不要当什么魏国夫人呢 那兰儿想当什么 我要做皇妃 李智的脸瞬间拉了下来 不是她不愿意疯 而是皇妃这场职业 早就被五妹娘这个皇后炫掉了 没错 五妹娘上位后 深刻吸取了前皇后王氏的教训 将除皇后外的所有嫔妃 才人 结余 美人 什么都取缔了 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女官 穿一样的厚实衣服 戴一样的笨重帽子 各有其职 当然 这一切的明目 美其名曰 防止皇帝沉迷女色 耽误国事 李智犯了难 赫兰氏 掏出女人常用的一句话 你不爱我吗 说完还拿五妹娘举例子 说她从前还是先帝的女人 当过尼姑呢 你都有办法 把她捧为自己的皇后 我想当个皇妃 怎么就这么难呢 这段黑绿史不怎么光彩 李智惊讶 那贺兰氏是怎么知道的 都是听我娘说的 你娘她太可怜了 皇上答应为我娘报仇的 朕已经查出 言办就是了 就怕查出来 皇上又舍不得了 兰儿若知道朕现在就办 那若是皇后呢 兰儿不能胡说 皇后是你娘的亲妹妹 万不可乱说呀 若是兰儿说对了呢 那朕就废了她 让兰儿做皇后 朕还像个皇上